你知道有哪些原因會造成急性腎衰竭嗎 今天邀請腎臟科迷江守三來告訴大家 腎臟病的五大前兆是什麼 高血壓糖尿病要怎麼做 才不會走到洗腎的地步呢 根據日本發表一個25年的統計 吃魚油的個案比較在懸吊的情況下 比較不容易造成腎衰竭 第二個是 在研究裡面發現它是很少見的可以提升 剛才講的那個過濾分率 就提高腎功能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高腎功能 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potato 萬中軒醫 就是中 r 如何逆轉腎 讓專業的告訴你 前一天看到一個國際新聞 我覺得還蠻聳動的 它是講的是說 有一個泰國的一大少女 13歲的少女 就因為打了疫苗幾天之後 發現他得了急性腎衰竭 我覺得這個案子太恐怖了吧 對 其實我也想要問蔣醫師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朋友的朋友 然後他就是因為有點擔心 所以他去大醫院打疫苗 結果打完以後 他的腎指數是呈現了懸崖式的墜落 然後現在就是變得蠻嚴重的 我手上有個病人 那個感覺上更冤枉 14歲 然後他家裡就是因為等不到疫苗 把他送到美國打兩劑BNT 第二劑的BNT打下去之後 就引發了一個急性生衰竭 回台灣的時候 那個計算看已經高到尿毒症的範圍 江醫師真的有研究實證指出 打疫苗會傷害到腎嗎 有耶 而且出名在非常出名的期刊 叫做《細胞發現》 這是NationalNet系列的期刊的一個 在這個研究裡面發現 他所有的受試者 他給他打了疫苗之後 發現他的過濾分率就是腎功能 會掉多少 從120掉到90 掉30 那沒想過一個問題 120掉90你也許不在乎 對 我的病人有的腎功能只有30 你再掉30 他不就洗腎了嗎 因為我們腎臟功能 過濾率在5以下 大概一定要洗 10以下就考慮要洗腎 那這是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熟悉腎臟指標 叫基酸肝 他打了之後 基酸肝這個尿毒指數就 節節節節的升高 而且28天達到頂點之後 持續多久 90天三個月 所以要熬過去才行 如果熬不過去的話 就事情就大條了 那張醫師這樣講誰敢打疫苗 不 應該這樣講 其實 我也鼓勵我們腎臟病人打疫苗 因為他如果不打疫苗 他染疫之後 他腎臟衰竭的機會很高了 可是 我不給第四期 跟第五期的病人打疫苗 因為第四期 第五期 他我就講 他過濾分率都在30以下了 那你如果照平均值掉30 他搞不好還掉比別人多了 對 因為他腎臟比別人不好嘛 腎臟越不好的病人 碰到傷害的時候 他掉的越多啊 還有哪一些人就是說要打疫苗之前 最好給醫生評估 就是適不適合 如果說他沒有評估好 可能會造成腎上面的問題 目前看起來 糖尿病病人打的時候 血糖會流於高 可是大概不到災難的階段 可是腎臟病人打了大概 計算根會拉高 腎功能會下降 這個是確認的 所以如果腎功能不好的話 你大概就是一定要讓醫生評估過 看醫生認為你可不可以打 那同時當然你如果其他的 疾病控制不良的 譬如說你血糖還有360 370的 空腹血糖360 370 你打什麼疫苗 你打的可能爆高 然後他就變成所謂的童山中毒 你只是要去住院 甚至住家屋病房 甚至有心命危險 這個東西就不太適合去打疫苗 那如果他本來就已經是洗腎的人的話 那反正要打 因為他的風險高 他的死亡率高 所以他一定要打 我們剛剛講到是洗腎 然後或是打疫苗 或引發的腎衰減 那撇除這個新冠疫苗以外 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引發腎衰減呢 疾病跟感染 這是一個大類 毒素又是另外一個大類 那什麼叫疾病跟感染 你知道嗎 譬如說我們有些人 他腎功能可能差一點點 可是也沒有很糟糕 結果突然間兩側腎上 因為急性的細菌感染 他就發炎 那腎上一發炎 他就沒有功能 你知道嗎 那一般發炎發炎 一顆病人都會熬過去 可是罕見的情況下 譬如說病人抵抗力比較差 或原來有腸療病 他兩顆一起發炎 哇 那就完蛋了 那個腎功能就真的 像你講的斷牙一次的往下跳 那可能就會嚴重到 這中間需要洗腎 一段時間 甚至永久洗腎的可能性 那這就變成一個 急性的腎衰減 那感染有 其他的一個疾病 像紅白金囊腸 它是一種免疫方面的疾病 它也會因為控制不良 大發作的時候 整個抗體直接衝擊到腎臟 塞在腎臟裡面 那腎臟就會造成很嚴重的發炎 那出現血尿 蛋白尿 然後緊接著 可能是可以在短短的兩週之內 病人腎臟就從正功能正常 變成尿毒腎的病人 一兩週就達到了 並不需要很久 你去檢查它兩週時間正常 因為大發作的關係 兩週之後看 馬上面臨要洗腎的情況 那毒素那就更多了 其實古怪 台灣人很勇敢 你知道嗎 台灣人坦白講說真的 勇敢的這個勇於嘗試的心 這個是可能全世界都要有數一數二的 只要聽人稍微補 這個東西好 我就去吃吃看 尤其是中藥對不對 對 真的 我坦白講真的 其實中醫師也反對這種行為 中醫師說你一個病人吃藥 要看他的虛寒的體質 去決定要用什麼藥 我們台灣人不是 聽說那個補 說他吃的那個很好 我也不管我的病跟他一不一樣 我就趕快買來吃 你知道嗎 很可怕的觀念 那你就會常常看到有人要吃到洗腎 那當然早期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太知道說 瑪豆磷酸會製造肾衰竭 所以那個時候的確有人吃補肝的藥 像龍膽蟹肝湯 它裡面會用到瑪豆磷科的植物 就吃了一堆的洗腎 那國外出名的就是在比利時的診所 它總共造成了三十幾個年輕的女孩子 為了減肥然後開始洗腎 那件事情後來變成全世界的一個 尋力把這個瑪豆磷酸比較高的 這些藥草禁掉 它把它禁掉 因為這個真的造成太多的傷害 那當然就不只這樣子 如果講毒物幾乎是講不完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常吃的這些生魚片好了 台灣生魚片最常吃的三種魚類 鮪魚 鮪魚 鴿鴿鴿 這個鮪魚上腹 這個就是最貴的 對 鮭魚 鮭魚還好 鮪魚什麼 旗魚 旗魚 旗魚跟鮪魚 尤其是黑鮪魚 它的孔含量其實是高的 那正常人吃 其實它也會進入腦袋 進入腎臟 進入心臟 可是腎臟科的病人吃 可能就不得了了 它可能腎臟可能沒那麼糟糕 就會吃一吃 就突然間像你講的 突然間往下掉 所以像這種毒物 腎臟科的病人 要比別人更需要謹慎 因為它一個已經有生病的腎臟 它的殘存的腎元素是有限的 所以它比較經不起打擊 可是江醫師 你剛剛還特別強調是生魚片 那如果我把鮪魚拿去煮過 會重金屬的毒還在裡頭吧 保證在裡面 因為重金屬像夾雞拱等等的 它不是溫度可以解決的問題 它就是一個毒素 那江醫師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你擔心會腎衰竭的問題 你剛剛講到有些人也是突然就發生了腎衰竭 不管是急性或者是慢性 有沒有一些前兆 可能我們可以特別去注意一下 好問題 其實腎臟病最出名的就是沒有前兆 我們陽明大學的一個三年級的學生 他在操場上打籃球 吐 那就不打了吧 回家回宿舍繼續吐 那就送到龍總急診 結果一檢查 尿毒症 醫學生他沒有辦法發現 他自己已經腎衰竭了 所以他還去打籃球打到吐 才被我們發現他是尿毒症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腎臟最常見的人就是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不過當然一半以上的腎臟病是有症狀的 譬如說我覺得跟你講 腎病的病人他因為他會貧血 所以他會怎麼 他會覺得累 他會覺得莫名其妙就覺得很累 然後他會水腫 因為他排水排流有困難 他甚至有蛋白尿 所以他腳下午去摸他 你會覺得他腳像是腥米菇這樣 腫起來 你剛才拜天說 你把米菇你給它按下去對不對 不會回彈 他不太回彈 就這樣的一個情況 蛋白尿是尿有泡泡嗎 對 很多的尿的泡泡 尿的異常 這個就是蛋白尿 常見的問題就是蛋白尿 還有當然尿顏色太奇怪 譬如整個變紅色的 代表什麼 血尿 或者是有吃火龍果 火龍果有可能 不過血尿 其實是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可是大家都忽視 是 因為我們現在有些病人 他已經血尿過一兩年 他三四年 一兩年 對 他才去看醫生 血尿會痛嗎 不會 不會 會痛的都是女生的尿路感染 那個不可怕 因為吃吃抗生素 早就解決掉了 可是不痛可怕 不痛的代表可能 血尿來源是腎臟 腎臟才出血 那腎臟出血不會痛 所以你不會警覺 尿量異常是 不然變很多還變很少 變少 變少 這個就要很小心 因為症風能不好 就你喝的量 會超過你能排的量 那你這樣一天 短差個200 你十天你就兩公升 記在體內 馬上就腫起來了 那緊接著就會判到血壓更高 因為你水腫太厲害的時候 血壓就會薄高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 一些臨床上的症狀 譬如說頭痛 不過坦白講 這樣的病人 大概也只剩所有病人 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就像我那個學弟一樣 急性 沒有症狀 沒有症狀 很難發現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是裡面腰痠背痛 是因為 因為很多人就是肾發炎的時候 好像腰會痛對不對 對 所有的腰痠背痛的人去看 100個裡面 可能只有兩個人是腎臟病 為什麼 因為腰痠背痛的原因很多 因為背部的肌肉 骨刺 所以煙盤拖出 一堆問題 可以引起腰痠背痛 可是中間當然夾雜的 很少量的 腎衰減的病人 可是那是最值得 我們開業醫師要注意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注意到 它是因為腎臟引起的疼痛 你把它當筋骨疼痛 給它打止痛症 你就會變本加厲 讓它腎臟的功能 變得更不好 其實江醫師也有聽說 如果是30歲以前 或者是60歲以後 有突發性的高血壓 可能也要注意是腎臟出問題了 沒錯 因為我們本泰性高血壓 耗發的時間 大概是30到60歲中間 如果一個太年輕的人有血壓高 你要擔心說 他有沒有可能腎臟壞掉 有沒有可能腎血管狹窄 那年紀大的人 最常見的其實就是腎血管狹窄 因為年紀大了之後 血管用久跟你家的水管一樣 血管跟水管都一樣 都走入液體了 用久的時候它會塞 那塞的時候變小之後 血壓就會很高很高 那這種血壓 如果其實有經驗的醫生 看到那麼老才發生高血壓 就應該要有警覺性 你應該趕快去查查看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而不是一味的開藥給他吃 會吃極限量 這不對 因為他可能腎臟動脈 如果狹窄的話 你沒有發現 你只治療他的血壓 到最後他這個單色的腎臟 因為血管狹窄會整個萎縮掉 會爆炎 那很容易可能會治到尿毒症 是 因為每一次江醫師來 都可以提供我們很多不同的解答 來破酒的迷思 而且每一次江醫師的影片 下面都好多網友留言 所以針對於留言 我們也整理了三大問題 第一個 他說止痛藥都會傷腎 是真的嗎 沒有 其實止痛藥裡面 像乙西安芬 就是大家熟知的博拿疼 它本身是肝臟代謝的 它的確比較不傷腎 另外一個麻醉型的止痛藥 就在醫院裡面 用大的那種止痛藥 它是麻菲 它作用在中樞神經 它也不經過腎臟 所以這兩個都不傷腎 可是沒有錯 大部分人日常生活隨便 你可以藥局買得到的止痛藥 肺類固醇 消炎藥 通通會傷腎 不管它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 所以吃止痛藥 我很建議大家 如果你常常頭痛 動作要吃止痛藥 你至少一年要查一次腎臟 你不要傻傻地一直吃 不是不是 可是一天的 有沒有就是固定 比如說不要吃超過三顆以上 可能就害了 沒錯 一般我們止痛藥一天 很少需要使用過三顆 而且超過三顆 基本上都算過量 尤其是第二代的止痛藥 它一天大概只能用到兩顆 你用到三顆 基本上都已經快突破量了 所以你超過三顆 基本上都是過量 那過量 剩下就更容易受到損傷 所以大家不要把止痛藥當花生 隨便嚼隨便吃 真的 我們國內有那種棒球隊的名教練 他當初就痛風發作 他把止痛藥當花生這樣子 痛就吃止痛藥 痛就吃止痛藥 後來吃到洗腎了 是 所以這樣的話 吃止痛藥也要去 很多人 例如說慢性腎衰節也好 急性腎衰節也好 到最後好像就是難免 最不得已就是洗腎 都想讓很多人覺得 洗腎人生就毀了 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這一點 我也要跟大家特別報告 不要有這個想法 發生尿毒症需要洗腎 如果你放在台灣 你應該算是最幸福的 為什麼 第一個 台灣的洗腎是政府負擔 在新加坡那麼有錢國家 比我們有錢 所得比我們高對不對 對 新加坡一定要等他們的NKF 就是國家腎臟基金會的捐贈 捐贈 他們是慈善 他不是必然要幫你洗 你如果拿不到捐贈 也就沒辦法 你知道嗎 所以不是每個國家像台灣那樣 而且另外一個問題 其實台灣的洗腎存活率是世界最好的 所以在台灣洗腎 真的不要把它當作世界末日 我們看過很多出名的企業家 他在洗腎 還可以開創很大的事業 我們很多病人在工作表現上 在人生旅途上 也都非常的傑出 所以洗腎不見得的時候 人生就變得黑白了 不過話說回來 能不洗 當然還是要盡量尋求不洗的方式 我發現台灣有個問題 台灣的病人跟醫生 現在常常都被慢性腎病 這個病打敗了 他看到慢性腎病的病人 基本上就 腎病不好 就等著洗腎 我舉個兩個例子 為什麼我覺得 這個想法非常不妥 大部分人看到糖尿病病人 有蛋白尿 腎不能不好 對 糖尿病 腎病病 你就等著洗腎吧 因為糖尿病也沒辦法治療 對不對 沒辦法根治 這個想法有沒有錯 錯了 為什麼 韓國人為這個做個切片研究 把糖尿病病人產生蛋白尿 產生腎臟不好的病人 切片 結果糖尿病病人裡面有三分之一 他的腎臟病理 根本不是糖尿病腎病病 是可以治療的其他的腎炎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把所有的 糖尿病病的病人 產生的腎病 都認為是不可救治的 在台灣非常普遍喔 只要看到糖尿病 不好意思 你就等了B 所以你壞掉了 所以你就等著洗腎 這個觀念其實 我是覺得非常錯誤 而且耽誤了太多的病人 所以你看喔 這樣按照江醫師的說法的話 也就是說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 這些糖尿病的病友裡面 他的腎 還是可以透過其他方法來醫治 是的 而且說洗腎 不是末日就是什麼 你去看我們綜合醫院裡面 統計資料 有三分之一曾經洗過腎的人 後來都脫離洗腎 所以代表如果他是急性腎痠結 造成洗腎 他不需要永久洗下去 你要自己要注意 洗腎之後不是代表說 你腎臟無救 你就可以糟蹋它 你還是要 如果你是屬於急性變成慢性的 或者腎臟沒有萎縮的腎臟病 你還是要尋求治療 想辦法脫離洗腎 那我們政府也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健保對於 洗腎脫離率它有獎勵 不過那個獎勵 坦白講就是微不足道 就是一點點 道德上的一個宣誓說 我們重視這件事情 那請醫療院所也要注意 幫病人爭取這一線的機會 是 那江醫師這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可能就一定要洗腎 好 我跟你講什麼東西 連我都會覺得 沒有機會 你知道嗎 如果他的兩側腎臟臟 兩顆都小於8.5 8.5什麼東西 8.5公分 腎臟的長度 萎縮了嗎 對萎縮了 正常腎臟都大於10公分 如果縮到8.5 而且不是一顆 兩顆都8.5以下的話 兩個都沒有機能 我認為這個病人 遲早有一天會需要洗腎 因為他就變成一個 進入一個不可逆的過程 大家可以直接等著換腎 不過坦白講 這換腎也是另外一個講法 大家洗腎不是末日 另外一個原因是 其實你可以尋求換腎 我們現在換腎的排斥藥 坦白講很進步 他病人換完腎之後 他吃排斥藥都不是在吃類固醇 他吃的都是一些 比較新一代的製劑 對他生活影響不太大 也不會滿月臉 也不會水牛肩 你就根本看不到他的副作用 那這樣的病人 就可以長期處在一個 誰來需要吃抗排治藥 可是他的生活 基本上是完全正常 工作正常 休息也正常 旅遊什麼都可以做的情況 是 有些病人 我幫他想要爭取一個 不洗腎的機會 他已經洗腎了 甚至他需要可能計算高了 要洗腎 可是我們想辦法也想要治療他 可是我都會跟他講一句話 我幫你治療可以 不過你要知道什麼是危險的 一定要跑醫院 對腎上科的病人 什麼是最危險 你知道嗎 喘 喘喔 喘就熬不過去了 因為喘 常見的問題是什麼 他積水了 積太多水 積到心臟裡面 或肺裡面都有水 那就會很喘 另外一部分 他喘的原因是什麼 他嚴重的心率不整 嚴重心率不整 也會讓心臟沒辦法好好跳 所以他也會喘 所以腎上科的病人 如果說你拼命治療 可是他有一天突然晚上喘起來 我們都鼓勵病人說 你喘了就不能忍耐 不能等著要去看醫生 你要趕快跑急診 因為喘對腎上科病人 是最危險的 是 所以最後面一定要請這個 江醫師來教我們 要怎麼樣呢 來預防腎衰竭 好 其實腎上要保護他 也沒有那麼難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好的器官 你只要好好對待他 什麼叫好好對待他 第一件事情 喝好水 喝著水不要有問題的水 像鮮水管出來的水就有問題 對不對 你那個水沒有煮開夠久 裡面有三滷腳碗 這個也會傷害腎臟 所以水煮要煮久一點 喝乾淨一點的水 而且喝的量要夠 喝的量要算多少呢 你不能隨便說2000 3000 喝的量就是你的排汗量 跟你的所謂的尿量 加起來再加500CC 你可以估算這樣 如果你尿一次尿要300CC的話 你尿5次尿你就1500就不見了 再加500CC 一天至少2000CC的過得去 要呼吸掉的對不對 對 你還有呼吸 蒸發損失 所以喝的水要夠 喝水不夠會有什麼問題 第一個容易結石 第二個容易感染 對不對 那結石感染都會傷害腎臟 對不對 嚴重的感染本身 不用什麼病 就感染本身就可以直接 讓你變得肾衰竭 所以喝水喝夠 喝乾淨的水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且更不要講說 喝水不夠的人 也比較容易變胖 比較容易便秘 比較容易疲勞 我們可以講 喝水喝不夠 一塌糊的問題 不過跟腎臟其實是很有關係 對 那第二個問題是 你要把你的三高控制好 所有人都知道 血壓越高 腎臟壞得越快 血糖越高 腎臟壞得越快 這個大概沒有人有疑問 所以你的責任 現在健保 坦白講真的已經很便宜了 你在控制不好你的三高 真的是講不過去 那最後你要小心 你日常生活中的毒素 像我們剛才講的 你說吃的魚裡面有重金屬的 你吃的藥裡面有問題的 你的藥會傷害腎臟的 鐵打的腎臟都受不了 好恐怖喔 所以我們要盡量避免這些東西 那有沒有吃哪些食物 可以幫我們養腎 讓腎病更好 沒錯 其實在研究裡面 我自己也研究很多食品 負腎保腎方法 兩樣食品 確定對腎臟有幫助 第一個是咖啡 咖啡 咖啡可以被發現說可以降低慢性腎病的發生率 江醫師真的是咖啡忠實的涌入 對 真的 真的 而且最近那個研究還動員的接近8萬個人 所以是個大規模的研究 是 那他即使得了腎病的病人 繼續喝咖啡也比較不容易死於腎病 那第二個是薑黃 薑黃在研究裡面發現 他是很少見的可以提升 剛才講的那個過濾分率 就提高腎功能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高腎功能 真的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提高腎功能 萬中懸疑就是有薑黃的 薑黃可以提高腎功能 因為薑黃是護肝 因為我看到很多結酒定 好像都有薑黃 因為薑黃可以促進肝臟代謝 那他才可以消減毒物對身體的傷害 所以他的飽肝另外一部分功能 恐怕在於他把毒素趕快排出去 讓他趕快代謝掉 比較不會長久的傷害我們 那魚油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的時候 尤其是帶血尿的病人 你如果給他吃魚油 根據日本發表一個25年的統計 吃魚油的個案 比較在血尿的情況下 比較不容易造成腎衰竭 所以魚油在研究裡面 人體實際研究裡面 確實它有保護腎臟的功能 那最後一個是什麼 益生菌 其實益生菌最大的功能是什麼 它可以幫你代謝毒物 同時降低毒物對你的傷害 這兩個事情 我們吃進去難免會吃到一點毒物 那你如果有很好的 養了很好的菌在肚子裡面 它會幫你把這個毒物變成不毒物 把它解毒 不是靠你的肝臟解 靠你的肝臟解 要付出代價 它幫你解毒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問題是 有些細菌很喜歡我們身上的寒淡廢物 那寒淡廢物對我們來講 它是尿毒的一種 可是對細菌來講它是養分 所以它就幫你把寒淡廢物吃掉 所以它就降低你的腎臟的負荷 所以它相對來講 也算是一種保護腎臟的一種方式 來 謝謝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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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